HELLO 你好 我是諾斯 今天晚上我們來聚集 我們這個王朝莫煞 那今天所要進行的主題的話 就是讓我們華盛頓巫師隊的後場雙槍 作為一個核心 然後來看看我們能不能以此來做奪冠 那我們這邊的話可以看到 Russell Westbrook跟Branded Bill這兩個人的話 作為後場組的話 其實我覺得啦 他們在三分球的掌控上並不是這麼好 反正像是Hachimura Britais 或者是這個Thomas Bryant 這些人的三分球可能還比較好一點 那我這邊是這樣覺得 如果我們要以這兩個人作為核心的話 那可能玩起來的感覺會非常困難 不過我們這邊的話 就是要做看這個挑戰 這樣才會有這個趣味性的感覺 好 那我們既然今天是要奪冠的話 那我們這邊的話 可能先把Protest先把它拉起來 先看他能夠做哪些交易 因為如果是我的話 我自己覺得1600萬 作為一個79評分的話 實在是太貴了 那我們這邊的話 首先第一件事情 先去看看這個自由市場裡面 還有哪些球員 在自由市場裡面的話 我們當然可以想像一下 可能包含了這個Gibbson Gibbson當然是可以先把他拉回來的 那我們這邊的話 就盡量以非常非常低心去簽約好了 330萬一年 應該差不多啦 那我們這邊再把Protest 再加上選手球員一起交易出去看看 我們在今年有沒有辦法 要到一些好的球員 我跟你講 今年要奪冠的這個機率性 實在是太困難了 主要是在於說 就是 這樣子的這個陣容 其實是蠻不錯的一個升級 但是還算換賽這邊的話 我要再多加個選手球員出去 但是這個就我覺得 可能有點不值得 雖然我們在這邊 可以再做另外一筆交易案 但是我覺得說不太需要 這個交易確實是我想要的 因為我覺得我們其實封線上的話 可能沒有那麼強 所以我覺得 Robot Carwin這邊竟然是可以的 只是我在想 但如果這邊是要把選手球員 交易出去的話 我個人覺得 我在今年可能就要其他東西 對啊 我可能就要把Norkidge 一起要過來了 Norkidge這邊最主要是 我可以再把他這個大鳥全員 給牽回來 這是可以做到的事情 他認為不要 哎呀 他這邊居然是選擇不要 或者是我這邊為了大升級 我這整個陣容 Norkidge這邊我一定要要來的話 Thomas Bryan我這邊就送他下去吧 哎 這邊就還是不要 Thomas Bryan對他來說 C你這麼低的嗎 那既然這樣不可能的話 我這邊可能就要再交易一些 一輪選優權 我無論怎麼樣的話 就今年的一輪選優權 我都一定要交易到 我想一下有哪些 有機會可以換到選優權 Fory Brown Fory Brown是不要啦 但是如果這樣換 我覺得還可以 因為我已經把Giberson給換過來 所以這邊76人對這個選優權 我自己覺得可以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就有另外一個籌碼 是可以把他拿去換那個 剛剛體驗的那筆交易案 我覺得這筆交易案應該是要可以行的 我覺得可以嘗試看看 我覺得這個交易案基本上 一成功之後 我們的整個陣容有 質的一個提升 但再說他目前還是覺得不要 那我這邊可能就多要一個選優權 哦這樣可以這樣可以這樣可以 哎呀這樣我就可以再擺給一個選優權 不然說就這樣子 得要出來了吧 我覺得我已經把能給的都給你了 來來來來來 甘霧頭疼不會過來 來啊 哦Fuck 對他來說這麼重要的嗎 我覺得這筆交易案一定要出來啊 哎呀 再一個 再一個 我跟你講選秀權這麼多 我只為了把那筆交易案弄成功 我個人覺得已經做到極致啦 砸你頭上 全部砸你頭上 Fuck 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 這個我真的沒辦法 這個我已經給他到最大極限了 我再試看看 這一招有沒有叫 有效 那我今天 我個人覺得我的那個成就感就爆棚了 我基本上已經把球隊裡面所有的 能交易的球員全部交出去了 我只為了換這一套 這一套的黃金陣容一出來就穩的 嗨 水啦 哎呀 舒服的依依皮啊 有有有有 這樣子我覺得我們在這個奪冠上 我就稍微有那麼一點點信心了是不是 那替不不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 Nepiel給拉上來了 因為Nepiel其實基本上 Nepiel不來 哇 這個就難辦了 那就退合球技師吧 就這個 Elezova 哇我們陣容是沒有Nepiel的 但沒關係啊 我們可以讓那個FDR 當這個替補的控球前鋒 那我們這樣先發一支排開 這個Russell Westbrook Branded Bill Robot Covington Hachimura 跟這個Nerkage 這樣的一個先發陣容 其實看起來是可以的 那我們這段話就來嘗試一下 我們這一套陣容 到底有沒有辦法打進我們這個季後賽 那我們這段話先來到季中 我們先模擬一下 我們先大概知道一下 我們有哪些球員有需要做續約這件事情 哇我們到2月28號 哇我們今天輸成這個屌樣啊 我們連紐約尼克都會打不贏啊 好屌咧 但我覺得沒差啦 我覺得我們這個陣容 這什麼意思 你怎麼先上三點 太過分了吧 哇 他們每個人的那個脾氣都不是那麼好 然後FDR拉到先發 原因是因為 喔哇 Robot Covington受傷啦 那這邊我想做一些交易啊 我前面那些交易讓我個人認為都還不錯啊 Jermichael Green跟這個Robin Roberts這兩個人 基本上不太會上場 我想說他們至少能不能去換一些正常的 哎唷 Patrick Beverly 這至少會上場 我覺得這樣稍微我覺得可以啊 好一點 那這個交易安肯定得做的啊 沒問題沒問題 我們現在在整個聯盟的排名裡面啊 我看估計也沒殺好果子吃啊 進攻是92平分啊 還行啦 但防守實在是稀巴爛 我們這兩個人的後場主持的那個防守實在是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他們啊 就是你知道啊 黑洞你知道嗎 C減是打什麼意思的 不是你一個後場主的C 喔幹 因為我17平分啊 那那很難啊 那很難受啦 就是你防守不行的話 我覺得這球隊要贏你很困難 哈欽布拉你是不舒服在哪裡啦 你不要這樣子 然後Tray Brown Tray Brown那因為到替補我就覺得就算了 但你好說歹說也是先發呢 你怎麼心情那麼不好 我們這邊再來看一下 有哪些人要做這個延長合約嗎 是不是 哎呀 都沒有延長合約 Branded Beal甚至要去測試自由球員啊 哎呀 那這邊看來我們今年應該是沒辦法 這個奪取冠軍啊 我們今年可能就沒什麼希望 我們這邊的話就直接過渡掉這個賽季 我們來看一下今年我們會拿什麼戰績啊 好那我們現在的話來到進步 那我們在今年的話 這個Luca Dundry拿下這個最有價的球員 節目是Wesemite這邊拿最佳新秀 Spencer Dan Wheddy這邊是拿最佳第六人 Yasset The Cooper這邊拿最佳防守球員 John Murray拿最佳進步獎 Branded Stevens這邊是拿下這個最佳教練 哇這樣看起來的話我們今年實在不好受啊 我們基本上沒有任何一個巫師隊的人進入到這個 這個年度最強球隊裡面啊 好啦 那我們在今年的話是連這個技術賽都沒有啊 我覺得也很合理啦 因為我覺得今年 39分43 我覺得這是我們比較慘的一個部分 因為我才叫一來Robot Commit他就受傷了 然後後來也就沒有這個 所謂的這個好的戰績啊 嗨呀這個實在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連Nurkey這邊心情都不是很愉快的 我不曉得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年是誰拿下總冠軍啊 我隨便講一個 金總總是對 來 金總總是對上去上去上去 哇賭奶掉啦 完啦亞特蘭道老英隊上去啦 哇 東區只要打過亞特蘭道老英隊 等於拿下今年總冠軍啊 就就是這麼詭異啊 就亞特蘭道老英隊 我不知道他們在搶什麼意思的啊 我確實認為他們今年是這個奪冠熱門 但是你也不用熱門到就是 基本上沒有人打得贏他們吧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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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明年的話 哦 昆明嘎這邊是給這個紐紐迪克隊選到 然後這個 Cat Cunningham這邊是拿下這個 然後克里瓣騎隊這邊又選這個Cat Cunningham 哇你這邊是要打三後衛是不是 幹啥呢 推成這個樣子 好好好 隨便你開進就好 那今年Norkridge是繼續留隊 然後這個Hachimura跟這個Trey Brown都繼續留隊 然後Elizerva繼續留 然後這邊 Exponga 留啦 哪次不留是不是 那既然這個 Robot Covington這邊在今年似乎沒有什麼 太讓我覺得驚豔的部分的話 倒不如去把他抓掉 那今年如果Robot Covington沒有給我太多的這個 感覺的話 我這邊建議把他交易掉 我覺得他就算了吧 來來來 這邊能想的到一些交易案的話 我這邊自己首先是建議去交易掉 看一下 這可以啊 主要是在於說就是他交易過來之後的話 嗯 作為一個4號位啊 能夠拉開做外線投射 然後6尺10吋的身材進去切入的能力也是不錯啊 雖然他防守是真T爛 如果你真的要我講的話 就是我這個下去之後的話 我防守應該是直接破掉 但 我覺得在於說就是 我還可以再做交易啊 我自己覺得我還可以再做交易 Norkridge加上這個Beverly 當然能換 哦呦 哦呦 這東西換出來好東西 就是Jenton Brown這邊如果打3號位的話是可以的 因為這樣子可以增強我們整個防守上的一個能力啊 因為畢竟兩個人其實都是明星級的這個後衛啊 這樣加起來出去是可以的 然後我們這邊其實也沒有多加太多薪資啊 好這比出去之後的話 就可以拉3號位 88評分 水啦 呃真要選我當然選Fourbust 因為Fourbust這邊他的那個 在三分球投射方面的話 至少穩定一些啦 穩定一些 我不要說他多強至少穩定一些 然後5號位這邊的話 看來我這邊也沒什麼得選的 你知道嗎 這邊選擇Olenic好了 360萬 OK Fourbust OK 他跟克里芬蘭騎士隊簽 哎呀完了 我這邊忘記跟那個 ASKBONGA簽約啦 那這邊的話就來一些可能像是 Gridan還行啦 OK 這個ASKBONGA還是回來啦 沒問題沒問題 我們來看看今年啊 整體每個球員都有所謂的這個提升啊 包含呢這個Branded Bill這邊上升1點 然後這個Jenton Brown這邊上升了這個3點 Ross Westbrook這邊繼續維持 然後Hachimura這邊上升2點 Ross Stanley Wood這邊上升1點 Prolly Brown這邊上升1點 然後這個Ross Westbrook這邊上升了3點 整體的這個陣容上的話啊 都還不錯啊 整體來說有上場的球員們 都是有不錯的這個提升啊 當然如果你要我理解來說的話 這個Jenton Brown肯定是比這個 Ross Westbrook還要再好用一些的啊 畢竟所謂第一件事情就年輕嘛 25歲總是比30歲還要再好用一些啊 好我們現在這個陣容上的話 有顯著的提升啊 但在今年能不能拿下這個總冠軍 我目前為止我還是沒辦法有個定論 我們這邊打出九人輪替來看一下 今年的這個陣容上啊 替補是Crystan Wood的 Berry Brown Jr. Everdea Forbis 陣容上是沒大事啊 沒大問題 然後再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位置 喔 進攻方面已經來到99平分了 但是在防守方面的話可能就 有點可惜啊 但至少在今年的話 我整個防守上面是有所提升的啊 那我這邊的話 今年我蠻期待可以拿總冠軍 我試試看看 好我們今年的話來看一下到 即中化我們還需不要做其他的交易案 哇現在又怎樣 18升了11敗 我看一下我今年是不是又有人受傷了 Branded Bill你又下去啦 Ross OSbrook你也下 哇靠咧 好好好 後場兩個人都爆了我們是能怎樣是不是 哎呀 太慘了吧 不知道我這邊來看一下 好Branded Bill這邊再怎麼樣至少是願意簽約回來的 那我這邊來想像一下 簽大概三年 然後因為我本來就說今天的主要目標是在於說 我不會交易掉Branded Bill跟交易掉Ross OSbrook 這兩個人我都會直接用不可交易條款 越低我們之後越好操作嘛對不對 那我這邊 2萬8 2萬8 1年2萬8 應該差不多啦 他們會願意回來的 來不可交易條款 1年如果也是可以2萬8的話 我們 在明年操作上可能會有多一點空間啦 但我個人認為應該也不多啦 我這邊給你 2千770萬 OK 然後這邊那個哈欽姆拉跟這個 Branded Bill 你們到底是為什麼那麼氣 不要那麼火爆 好啦 那我們在今年的話看來是 一樣是 季歐賽無望 那我在今年的話 我覺得我需要大破大力啦 如果我今年在季歐賽無望 我自己覺得會心態很崩潰啊 我一Branded Hill換下去就是要打那個啊 那個Diando你的那個打法啦 我看他真的沒啥好換欸 Cristian Wood的 那我看來也不是他的鍋啦 那看一下這個 最多這樣換啊 但我覺得沒必要啊 就是整體來說 我們的實力一定下降的啊 再把全國換回 太兇了吧 太兇了吧 不用啦不用啦 然後Ogogi在明年的話 大鳥拳有簽嗎 哎呀 這樣大鳥拳好像沒得簽欸 這感覺是一個解法 但是要這樣解的話 我想看看 就看一下 如果Robot Villains這邊 再拉到4號位看一下 能不能抓一波 但是我覺得這樣換不好 原因是在於說就是 呃 在明年來說的話 我可能沒辦法 再做多餘補強 因為Cartin Towns這邊薪資更高一點 哇 他現在26歲就已經到這個 3100萬啦 那這邊至少啦 至少這個 25歲這個Jana Brown這邊 他的那個 整體的這個金錢 還是比較少一點的 那我們在今年的話 估計就不這樣換了 然後假設Trey Brown這邊 不選擇於我們虛擬 我這邊看四季中就把他交易掉 要不然 Hachimura這邊可能也要走 因為Hachimura每年 就是開始落賽 他就瘋狂就是不舒服 你知道嗎 就是Trey Brown這邊 至少他還會舒服一點點 那Hachimura沒有一點舒服的 就如果他能換好東西的話 那我就還可以去直接換掉他 我功苦 沒道理啊 就 就我覺得沒必要這樣換 嗨 哇 這組合要 拿下總冠軍不容易勒 認真不容易勒 沒事 我們這邊的話就繼續模擬 我們在今年的話 試著去拿下一個好的戰績 至少今年競技優賽嘛 對不對 好啦 他們這邊的話直接摸到金波吧 我們先來到5月24 我們來看一下今年這個戰績 技優賽對陣圖來說的話 我們東區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艱苦啊 我說實在 因為678基本上只差一場勝場 就是如果這邊我輸了 他們贏了 我可能就不打下去了 所以這邊的話 我可能要小心翼翼一點 就是我這幾場 都不太能輸啊 過了 喔 有嗎 感覺有東西囉 東區我這邊 暫且穩固喔 然後這邊下落到黃木隊這邊 還可以再忍一下 唉唷 輸了 不會吧 不會吧 還在穩固的情況 還在穩固的情況 最後兩場 這場過 那就再穩固啦 有啦有啦有啦 太爽啦 好 那這邊Treyon是拿下這個最偽家的球員 哇 這個Treyon跟LucaDunji 兩個人真的 不斷拿下這個最偽家的球員 這個太強了太強了 Cat Cunningham這邊是拿下這個最偽心秀 SpincerDunji這邊拿下最偽家的球員 GunaiSk這邊拿下最偽家的球員 Cat Cunningham這邊拿下最偽家的球員 好 這個Prince這邊是拿下最偽家的教練 這個老英隊真的越來越強了 哇 老英隊的這個Treyon 今年真的跟鬼一樣啊 不是我要講 那今年華盛頓巫術隊有人進去嗎 呃 看似是沒有啦 唉呀 我們隊伍是真的慘 好啦 那我們今年至少進到肌肉賽嘛 就是比起去年來說 我們是 更好了一點點 媽 你哪吶 大小子 要怎麼打 我先姑且 不論哈欽布拿跟那個Rubo Williams 這兩個人 就是每天都很暴氣之外 Kristen Wood這邊先發也是很不舒服啊 但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我只能說就是 你們不能上先發是你們自己的問題啊 但是這邊 German Brown這邊四周哦 嘖 不好打 哇 打克里夫蘭奇隊我們居然 好 我們來看克里夫蘭奇隊 我覺得我們應該能過了吧 好 第一場比賽贏 1比1 2比1 2比2 來 這樣 3比2 4比2 水啦 嗨 克里夫蘭奇隊我輸給他 他真的是丟臉啊 我不知道要講 來來來 這邊要對上奧蘭多 奧蘭特魔術隊 亞特蘭大老英隊 哦 沒有亞特蘭大老英隊 我們終於 可以稍微舒服一點啊 就可能 東七至早出了去嘛 對不對 奧蘭多魔術隊今年加了誰啊 他們又 為什麼能夠拿下 這麼強的戰績 沒有變人啊 都一樣啊 只是這邊 空愛神 你這邊再上去一點而已啊 嗯 我覺得我不會輸他們哦 我覺得不可能哦 1比1 2比1 有了哦 5比2 沒那麼慘吧 3比2 3比3 嗨呀 這場 贏下來嘛 對不對 我覺得這場比3應該 還是得要贏了吧 嗨呀 舒服吧 有有有有 今年 威少 終於有點東西了是不是 今年 Branded Bill 真的拿下28分 2籃板 4助攻2超級啊 然後這個Russell Westbro得下23分 5籃板8助攻1超級的一個表現 FDR哇 他已經成長成一個非常強勁的一個球員了 5投4中的三分球命中率啊 非常非常好 我還蠻希望我們這個基督賽的話 可以讓這個 修盛頓火箭隊對上這個 華盛頓無視隊的啊 喔 丹佛金怪隊 我這丹佛金怪隊上來的話 我覺得修盛頓火箭隊可能不好打 但是這邊 布魯克蘭武隊 嗨呀 我覺得應該是會被屌打 我看一下 第一場比賽 1比1 SIMICAS來看一下 主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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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啦 有 漂亮 Rence Beale32分 2籃板11助攻 Bernum Brown等下31分 Broger這邊等下 這個21分 3籃板8助攻 那這邊 在自家主場 尻起來 難了難了 難了 哎呀 2比2 我覺得接下來這場比賽 輸了就回家囉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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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能稍微進去 應該不用啦 這場比賽應該是實驗贏 水啦 但是我今天看來 是很難打到修士頓火箭隊那邊 對吧 能贏嗎 能贏嗎 哦 不要 KD 啊 KD他們又拔起來了 KRB這邊受傷了 這是我們的大好機會 KRB這邊要37分 然後KVN這邊26分 哇 他們還是很強勁 我們這邊這個三巨頭 看起來 要打傷他們的話 其實還是有點困難 我們來看一下 比賽不要吧 嗨 呦 幹 出事了出事了 出事了 很大的問題啊 不會吧 贏了勒 哇 什麼鬼異的陣容這樣能贏 至少東虛打到肌肉賽啊 至少我們比火箭隊好啦 這個西爵打不贏啊 這個真的太難受了 但是眼前強敵全部被擊潰啦 那這邊就剩下蛋默金塊隊啦 雖然蛋默金塊隊我個人排名西區前三啊 但在於說 他能不能贏呢 嗯 看來第一場比賽 速度還是有優勢的啊 有啊 這邊就必有44分砍起來啊 然後Rossworth這邊得下 二頭零中了三分九啊 這邊再來一場 哦 速度優勢 優起來 可以啊 有了有了 哇 不是不是 這場比賽有機會嗎 3比0 太過分了吧 這我沒想到欸 這我沒想到欸 3比0 要輸就難了吧 一場比賽讓他 Rihachimura受傷 這場比賽有了 有嗎 啊 舒服啦 舒服啦 這場比賽我真的沒想到 我們會贏成這樣 因為我知道 我們球隊應該是以速度著稱啊 但是我覺得這場比賽 要贏的其實挺艱辛的啊 我覺得最主要是因為那個啊 就是綠山巿那邊 至少把那個 Jana Brown給放出來 要不然我們基本上 很難去拿下總冠軍啊 而且我們基本上 其實沒有動到太多 正宗主向啊 我們這邊只把Protens給交一掉啊 還有那個 Thomas Bryan 這兩個人球員交一掉 有了 這場比賽可以啊 這也算是至少幫助 這個Rossworth佛克 跟Brenn B 有兩個人啊 就是洗刷他們的污名 就是他們不會 打到橋就亂砍一通啊 沒有了 他們還是有一些打法的 Brenn B拿FMAP啊 水啦 來看最後場比賽的話 這個Brenn B拿35分 7籃板10助攻啊 然後3分球部分的話 2頭6中啊 還行 然後Rossworth佛克 等一下22分 7籃板9助攻 2助攻的表現 那今天的話 8頭2中3分球 嗯 敏敏強強 Borvius這邊是拿下這個15分啊 這個 哦 6頭5中3分球 這麼丟的嗎 哎呀 但是今天這個 Jana Brown 今天表現就還好了 4頭1中3分9 沒什麼太多表現 但我儘管隊這邊的話 Yukic拿33分10籃板3助攻 1超級 然後Bobo這邊是 哦 他已經79分了 然後 Nagy這邊是拿下16分 啊在Habton這邊是拿下這個10分4籃板3助攻啊 其實真理而言的話 Borvius這邊被交代過去 我覺得是可以的 因為畢竟這邊他也沒有給這個金冠隊有太多的那個 得分上的一個表現 6頭1中3分球啊 你不覺得這樣 褲隊你自己曾經有機會拿下這個3分球大賽的那個能力嗎 好 今年我們總算是拿下這個總冠軍啦 那我們在今年的話是Brandfield拿下這個FMAP 其實我也是覺得 如果讓這個Brandfield當作這個球隊核心的話 其實要奪冠上的話其實是有機會的 只是在於說這個Ross Westbrook 畢竟他還是沒有這麼有辦法就是安定 但是我目前的話還是不知道這個Ross Westbrook 進到這個華盛頓巫師隊的話 能夠為他們帶來什麼樣的一個化學效應 這是我們目前未知的事情啦 那本期的影片的話就喜歡這個電單 如果各位喜歡這影片的話 別忘記下方的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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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